3 2 1 请亲 上百位民众齐聚接头 不分性别及性倾向 仅仅相拥热情亲吻 由同志权益促进会等团体发起的 全民接吻力挺婚姻平权 在立法院前热烈展开 请问要结婚错了吗 要成家错了吗 如果这不是歧视 那什么才是歧视 不顾世俗眼光 突破传统限制 主办单位选择 接头接吻的方式 向着爱才是家庭的基础 而不是性别 其实家庭的起源 我们觉得是爱 那我们用接吻的方式来表达 比如说同志朋友之间的爱 那也让异性恋的朋友 也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一起来用爱来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除了全民接吻 参与民众更写明信片连述 一个个排队 将明信片投入邮筒 要求婚姻平权 同时也保障伴侣应有权益 主要诉求是希望 立法院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两位招委 所以要尽快把婚姻平权 这个草案排入移成 所以用我们性格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名义 我们同志的外国人 也想要拿到拥有居留中心 所以也直接影响到我们 为争取大众认同 发起团体用别具巧思的方式 让多元承家草案 能够稳进立法院 记者陈怡君 卢玉安 张雨晴 台北采访报道